高雄自助餐群聚再擴散 回溯疫調 發現居然和旅遊團有關 自助餐員工同住的姐姐和爸爸案 20860 媽媽案20861 四口都確診 目前當中媽媽2月24號就出現咳嗽 最早病發 但在有症狀前三天 夫妻倆從2月20號到22號 就參加屏東宮廟團旅遊 也當然開始是在旅遊團裡面發生 但是由誰開始 那恐怕也帶進一步的研判 但是屬於是個案 並沒有說大規模 有很多的團體發生這樣的情形 醫療初步發現旅遊團約30人 有4人確診 除了打過兩劑的自助餐店員 爸爸媽媽還有兩位也確診 不過兩人打過三劑疫苗 四個感染的成員都是60歲以上 但都無症狀或輕症 讓專家更肯定打疫苗的重要性 未來打三劑在一起 出遊是非常的重要 變異株來說 未來都是要打三劑以上 才能夠說降低整體的感染幅度 除了打滿三劑疫苗 專家何美鄉也認為 為了避免跨縣市傳播 與張者感染風險提升 可以開辦快篩性出團 或打三劑出團的安心旅遊方案 參加旅行團要打滿三劑 台鐵或高鐵 可能也會需要比較辦理 建議團體的活動 打好 打滿 鼓勵 而沒有強制 不強制民眾打三劑 但有沒有可能將打疫苗及快篩 作為未來參加旅遊團條件 指揮中心沒有說死 但7號邊境放寬在即 想出明確的因應對策恐怕勢在必行 記者 謝宏如曹昭元台北採訪報導 請來賀 請訂閱 你在 Cao 你在rif unas 三劑出團 你 著字幕